我又問2333 他說他4月23日購買入 應不應該繼續駕駛 還是換碼好呢? 我覺得換碼好看有沒有選擇 我覺得如果你自己有更好的選擇 或者覺得那個看法上更樂觀 那是OK的 因為始終你長城都是賺錢 其實你可以彈性處理 但如果你說只是問我沒有換碼 但沒有一些選擇的 或者是這一刻都不知道選擇什麼好的 那我寧願作為不動 所以我覺得很關鍵就是看有沒有什麼新的選擇 而好過就是長城 但是長城來說 當然近期的勢其實都是強的 其實車股本身板塊上說 都不是差 一來就始終過去那段時間 你看到北水都持續有些流入 二來就始終我想這段時間 就是講一些什麼政策 個人的困擾 似乎對新能源的車 似乎是相對比較少一些 所以價格自然就比較強 再加上你由5月回來 看到長城的走勢 都是沿著一個挺好的上升通道 我覺得如果你二十三個挺有 你只需要定住指賺 就拿著它先 我覺得比較短期的指賺位 可以放回十天線的 二十七元左右 其實今早做低開完之後 都會抽上來 那暫時十天線就未失守 未確實失守 我覺得你看著比較短 二十七元跌穿的 可能才考慮指賺離場 不是的 反而拿著它 看近期28.85至29元左右 看看能否破到這些位置 如果破到的話 那意味著整個上升的趨勢 是延續的話 我想短期可以試一試 挨近三十元的水平 現在是先開到 六十元 二十元 添加 三十元 二十元 操得 三十元 三十元 一 一 二十元 一